师兄 师兄真是果断 居然舍弃大部分灵魂力量 独留一丝逃窜 如果不是我的灵魂力量 还过得去 怎么说也能逃出生天 可你现在就要的话 怎么对得起 我给你准备的 诸多大的力量 少爷 不不 师弟 看在同门的份上 求求你放过我吗 硝烟小有 今日之事 老夫也是受寒风较缩 还望小有大人大量 莫要怪罪 殷山前辈 今日之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希望不要再出现第二次 小有放心 小言小有 老夫按照约定 并未出手帮助寒风 不知 将药粉用废水煮开 让你儿子在里面泡上一月 毒素便可进出 多谢 那老夫就先行一步 告辞 走 怎么样 现在想起我来了 方才是太过危险 这会儿 不正好是发挥你强项的时候吗 算你说得有理 这一次就先放过你了 好 一直好奇 紫言这寻宝天赋如何事成 如今 刚好开开眼 学院药材一直丢失 如今终于可以晓得原味 之后 也可好好防备 来 找到了 就这 没了 什么有的没的 跟我来吧 果然在这里 不过这丫头寻宝的方式也太 好用就行 这光照蕴含着空间之力 想必是地魔牢鬼所剩 若是强行摧毁 恐怕会令其中之物有所损伤 你 你又想干嘛 紫言哪 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我把上次你寄放在我这儿的药材 都炼制成你喜欢的口味 说好的 你可不能赖皮药 这丫头着实令人惊叹 不知道她的本体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存在 幼年期便有这般恐怖的实力 想必本体不凡 或许中州大陆以南的魔兽家族那里 能有这丫头绅士的消息吧 接着 弄焰绝 真 这可是好东西啊 若是我将此弄焰绝修炼成功 那毁灭火炼也就没有了次数限制 这是什么 天妖魁 傀儡之计 这东西很适合你 既然要闯荡中州 正取在出发前炼制出来 躯体 灵魂 异火我都有 但这高等级的魔盒是何等难学 那这个七尖活鼠魔盒 刚好适合你 是我 他 single hand 你绝对 MIC 快 чи 我谁 还有 又三人 刚好 黑暗 走 护日ين 他们先拒анию 此次若非你出手解决那凶魂 我可就倒霉了 老师 老师 该死 魂殿果然强着中毒 刚才那灵魂冲击 恐怕比雾火法都强 不过至少老师还活着 只要还活着 那么便一切都有机会 可爱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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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琳呢 这谁 蛇人族出事了 按他所说 事情解决之后会再次回来 难道 到现在还未完成 看来蛇人族此次的麻烦不小啊 罢了 这段时间就让我来守护他吧 正好竟接了窦皇 地影诀第二世的翻海印 也可以修炼了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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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 可怕整个山谷也承受不了这一击 先拿采琳的封印试试 翻牌地 斗宗的封印都承受不住 果然还是采琳的功法厉害呀 天火三旋变 变变琉璃变 斗宗的封印都承受不了 用字幕志愿者 不要玩了 一起斗手 宰了他 还是多多个师弟 怎么他也是斗座 斗座 原来凤死 这家伙果然是在逞强 放心吧 那小子 还有很多地盘没有施展呢 这三兽蛮荒诀 是将你们三人的力量 汇聚在一起 但每次 只能供正面对敌的那人 施展出斗宗截别的力量 对吧 小子 没想到这么快 你便能看出点东西 这么说来 当一个人施展这股力量时 其余两人就会露出破绽 那又如何 凭你的速度 还远远无法超越 这力量的传递速度 乌兰三老 你们干什么 快解决你小子 三千雷洞 三千雷 居然能分身 你们看得出谁是真身吗 这个小子 这是为何一群从未进度的 各自小心 发现本体 便遵挤掉弓力量 在我这里 小子上司 对 不对 这具是假的 小心 也是假的 本体在你那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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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也是假的 对 把蹄 放 驾 太好了 本指望三弟能拖住一方斗宗 没想到 他竟然直接给干掉了 是啊 第一次竟然拼着挨上一击 将护长老瞒了过去 而那两道分身 再成为引诱斗宗力量的诱饵 这心机实在是可怕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难怪你王陛下 那么相信这家伙 这就是你们说的十招内解决他 他 才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到足以跟斗宗抗衡的地步 只剩两位了 不知这三兽蛮荒诀 还能用吗 小子 你不过是一时好运而已 有何好得意的 先前那一击 想必不好受吧 不错 实力不错吧 实力不错嘛 你的灵魂体肯定无比美味 你会给我收定了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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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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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乌 我都在为你反战 生 但是 不能让他生日出来 变形手印 正是电影诀 桓 海 一 快走 那小子怎么会翻海英 难道是古族之人 真是倒霉 算了 今天先撤 再打下去 就会惹火烧身 抓住他 不能让他跑了 过来 该死了 刚才实战秘法消耗太适量了 我是魂殿之人 你若杀了我 我魂殿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丧家之权 既然你不肯放手 那文护法就与你拼个鱼死老婆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给你 记得以后陪我 放心 翻倍陪你 这家伙伤势太重 几乎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比那误护法好收拾得多 终于抓到这家伙了 你们敢杀我 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 放心 我还有什么东西想问 先让他在里面待着 等这里的事解决之后 再好好盘问一下魂殿的消息 你以为我会信 你以为我会信 結束了 死吧 一 二 三 沒事吧 沒事 這便是你的底牌 那你這條命 老夫今日便帶方言三人收了 小心 快一點 快點 小心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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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 这是什么 小野献 你不要命了 我会为你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帮我拦住他一会儿 其余的 交给我 虽然不知道你实力为何突然暴涨 不过最多也只是五星斗宗而已 老夫早已是七星斗宗 是吗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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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甘将被我鲜血轻染过的凡气收回体内 你这七星斗宗未免也太有次了 这 雕虫小技 你这毒血对寻常强者可能会致命 不过对我来说 可没什么作用 可恶 他仅强行将毒血逼出体外 只有两种一火的佛弩古灵恐怕无法对付地母老魁 老师 是发现你的古灵恩火了 就用你做卢标吧 这里虽地处内院之下 但只怕就连苏谦大长王 也对这岩浆世界不甚了解 这下面果然有古怪 下前这么久竟然还没有看见尽头 看来这次冒险确实有些仓促了 此地并没有什么出气之处啊 那莫名的召唤 当真是从这里散发而出的 能在这岩浆中制造出这一幕的人 绝不是现在的我所能抗衡的 也许逃命才是最理智的 不过不能清楚 又怎能安心 原来不是人类 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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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愿代快 是 这个应该是类似磨合的东西吧 对于修炼火属性的人来说 这可是难得一件的补品 这些家伙 只怕是先前那只蜥蜴人呼唤来的 真是顽固的家伙 若是再召唤新来 恐怕我也招架不住 大猫 不定 大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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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江湖太差人了 得赶紧走 得先将他击杀 把极 不 不好 先躲进去再说 远落星眼